李鸿章登上旅顺军港的炮台 推门走进大药库 看到里面一切都井然有序 他满意点头 可就在转身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于是又回头在一箱炮弹面前停了下来 他命人撬开盖子 发现里面装的全都是石头 根本不是炮弹 李鸿章脸色一变 一边的黄瑞兰瞬间瘫倒在地 饶命啊 中堂大人 用石头充当炮弹 贪污军费 这黄瑞兰真是该死 可李鸿章是怎么发现的呢 他说 这批军火已经摆在这里五六年了 可我发现弹药箱的木头都是新鲜的 有的还水汽未干 一看就是新作的 所以其中一定有诈 为了避免类似的作假 李鸿章提前一晚偷偷去了危害刘工岛 而刘工岛的情况就更精彩了 堂堂海军提督丁如昌 看着下属在屋里玩女人 自己却站在屋外敢怒不敢言 看到突然出现的李鸿章 他一脸尴尬 更尴尬的是 一群喝得醉醺醺的海军迎头撞了上来 他们说 舰长方伯谦回家找小老婆去了 他们就偷偷溜下船 喝点小酒 李鸿章又带着丁如昌 来到了军舰下面 却发现丁远舰处处亮着灯 并未实施灯火管制 他命人偷偷上船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丁远舰长的士兵都在聚众赌博 船长刘不禅还在吸鸦片 李鸿章眉头一皱 恨不得原地撕了丁如昌 于是他把丁如昌领导房间开展了教育 以下内容展现了李鸿章高超的育人之术 建议老板和管理层反复观看 第一步 近视打压 丁如昌的能力不行是事实 作为领导 李鸿章应该让下属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拿出了翁童和弹劾丁如昌的文章 文章说丁如昌业务能力不行 且管理能力跟不上 配不上北洋水师提督这个职位 注意 李鸿章没有自己怼 而是借翁童和之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这样既不会伤害与下属之间的关系 又可以树立共同的假想敌 丁如昌看完是满头大汉 看来效果不错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想下属展露自己的委屈 李鸿章说 翁童和不仅弹劾了你 还弹劾了我 说我培植私人势力 任人为亲 把一个能力不行的人 放到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这里是暗示丁如昌 我作为领导替你背了很多国 我对你有恩 你却连累了我 丁如昌一听 便要原地辞职 说不想耽误领导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 展示实力 给下属信心 李鸿章说 你怕什么 我一年四季被他们弹劾 谁又能动得了我 妈的 说我任人为亲 难道非让我任人为书 让下属跟我作对不成 老子干了一辈子了 还会上他的当 这番霸气言论是在暗示 你领导还是很牛逼的 有能力照着你 放心踏实地干吧 然后就是最后一步 鼓励下属 李鸿章说 这个官 你不但不能辞 还要牢牢给我站住 北洋水师是朝廷的命根子 也是我李鸿章的命根子 你懂吗 这话的意思是 我把命根子都交给你了 可见我对你是多么的信任和器重 可丁如昌却怂了 说如此大任 我担当不起啊 看来前面的打压 让下属没了信心 那么作为领导 就要强调 下属的优势 和不可替代性 李鸿章说 如果你担当不起 那就没人担得起了 你虽然能力不行 可你敦厚啊 光这一条 就顶他们千万条 敦厚是什么意思 就是听话呀 把听话说得这么高大上 足可见李鸿章的语言艺术 但下属能力不行 光打鸡血 还是不够的 必须要给予知识 李鸿章说 放心吧 他们不服你没事 老夫在后面 帮你撑腰 但同时 你自己也要争口气 快点补上自己的短板 丁乳昌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争重地说了一声 是 做完了思想工作 李鸿章决定 亲身示范 给丁乳昌上一堂管理课 对于贪污军费的黄瑞兰 李鸿章的做法是 杀 一是因为他用石头充当炮弹 致前线将士的生命于不顾 确实该死 二是因为黄瑞兰 14岁就跟了李鸿章 还对他有救命之恩 算是心腹中的心腹 如果李鸿章 连黄瑞兰都舍得杀 那就更说明 他不是那种任人为亲 一味偏袒的领导 砍了黄瑞兰之后 跪在地上的方伯谦 快吓尿了 昨晚他善离职守 留下船 私会情人 按君记 这可是死罪 然而李鸿章并不打算杀他 而是打算利用他演一出戏 李鸿章 先是假意说要砍了方伯谦 丁乳昌 立马冲出来挡在前面说 我被羊水十字创建以来 未经一亿先斩大将 于君不利啊 李鸿章没有松口 执意要砍 丁乳昌接着说 终是如昌 统君不利 要治罪 请中堂先治如昌治罪 李鸿章一听很满意 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方伯谦等人 自诩是流洋精英 一直看不上丁乳昌 所以不服管 这一次丁乳昌 李鸿章在众人面前冒死为下属求情 他这个好领导的形象和威信 算是彻底立住了 所以他才选择了 射 而对于偷袭鸦片的刘不禅 李鸿章的手段是 鸡 因为刘不禅的能力非常出众 但他一直觉得自己 只当了个船长太驱才 心中有怨气 所以才吸食鸦片宣泄 对于这种误入歧途的好同志 鸡比罚更有用 李鸿章教给他两样东西 一个是定远剑的模型 一个是他的烟筒 说 今天我也不多说你 也不罚你 你就躺在烟榻上 吞云土雾 让日本人 扎成你的定远剑吧 刘不禅听了李鸿章的话 心中愧疚无比 哭着说 不禅今日 就将这模型 拿去钉在床头 让他时时警醒 不禅身上 但这北洋命运 国家安危 不禅世将竭尽心力 操练兵士 我心长战 终真 报告 杀也杀了 骂也骂了 接下来还要赏 这个赏的对象 就是邓世昌 李鸿章说 邓世昌的志愿剑 号令森严 没有一个人擅自下船 那是他自己以身作则 誓传如家 而他真正的家 却在半个月前 被巨峰毁了 现在妻儿老小 都还住在破木棚里 邓世昌很是惊讶 我也是前几日 才收到家书 中堂 您怎么也知道 李鸿章说 我怎么知道的 你不用管 我已经派人去帮你家 修理房屋了 你的心儿老小 我也会帮你 妥善安置 邓世昌 激动的说 中堂大恩 不敢言报 从今以后 我邓世昌 更是有国无家 一杀 一杀 一射 一击 一赏 李鸿章三下五出二 就把这群人 治得服服帖帖的 盛宣怀 想杀人太容易了 因为我有权力 可你知道当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 不是运用权力 也不是滥用权力 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利欲 倘若有了生杀之权就誓杀无忌 有了行政之权就作为作福 有了肚子之权就为己敛财 那真是国将不国呀 盛宣怀听了 猛然醒悟 说 当未今是为官者戒呀 当未今是为官者戒 当未今是为官者戒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